我們新北市 在這一波 最辛苦的時刻裡面 我們的醫療量 其實是全國裡面都是倒數的 我們這麼少的醫療量能夠挺住 這麼大的一個疫情的災難 真的要謝謝我們所謂醫護同仁們 同心其力跟事務團隊並肩作戰 讓我們的疫情到現在能夠穩穩的控制住 所以市長都很關心 也很感興 也很感動 所以這些在第一線 尤其是專責的責任醫院的醫務人員 新北市只有18家 這些人是直接就是照顧COVID-19 在家後病房 在重症病房 照顧的這些最辛苦的醫務同仁 我們有五家合作的旅館 提供了260個房間 來給他們安心入住 到目前為止 我們提供的房數已經超過15000間 市長還是把大家繼續使用 但是還是有很多醫護同仁 也跟我反應 因為他們在第一線作戰 家裡的人 因為擔心他們是一個高風險 不放心讓他們回家 所以要讓醫護同仁安心在第一線作戰 尤其是專責醫療驗手的醫事人員 也讓他們的家屬安心 我覺得這一批在第一線作戰的最辛苦的 最危險的前後部隊 這些人不是很多 但是是直接攸關我們這一次 我們的防疫能不能成功以火的最重要的環境 所以我建議中央還是要盡速擴大開放 我們只針對專責醫療驗手 直接去照顧這些重症 直接病患的這些醫事人員 讓他們的家屬能夠接種疫苗 這樣子我們的醫護同仁 才可以安心回家 住在我們免費提供的飯店 總是是一個短暫的 讓他們能夠跟家人在一起 讓他們多一分的力量可以站在第一線 這是市長接力中央 希望中央能夠採納